行管期不单是冲击经济 更让很多家暴受害者承受更大的危害 官方接获的投报记录就翻了整整四倍 有鉴于此 马华妇女组联合其他团体 为家暴受害人提供保护网 是的 除了有免费咨询辅导 当局还提供法律诉讼的优惠 原本的几千令吉开案费 现在只需要几百令吉 就能够让受害人透过司法途径 保障自己的权益 行管期推行超过三个月 国内家暴问题也日益严重 不少妇女人身安全堪忧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官方数据显示 在3月18号到31号期间 妇女部接获了81宗的家暴案 来到4月份暴增到337宗 5月份更进一步推高到420宗 至于6月份的头9天就已经有92宗 妇女援助组织也有惊人记录 3月份的两个星期 援助电话就暴增将近400% 至于警方 在3月18号到4月30号期间 一共调查526宗的家暴案 相信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还有很多受害人默默受苦 马华妇女组旗下的妇女法律咨询与援助中心 首次合马哈文化总会 以及修行济世公益慈善组织合作 在全国推动向家暴说不运动 为家暴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和辅导援助 如果受害人最终决定入禀法庭讨回公道 那些月收入少过2500令吉的受害人 可享有免费的律师服务 只需要承担几百令吉的开案费 像家暴说不运动也会提供多项保护措施 包括向社会福利局申请紧急保护令 向法庭申请临时保护令 和为受害者安排无限期的庇护所 同时包办交通和孩子转校申请 如果他们选择返回家他们的家伙伴 我们会帮助他们 安排的交通和转校 包括我们会工作和JKM 由于有些受害者存有家暴是平常事的错误观念 因此这项运动也会在行管期结束后举办研讨会 提升妇女家暴意识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在周日办公时间 拨打马华妇女组法律咨询与援助中心求助 妇女部也有24小时多语言的服务热线 八度空间程伟伦及龙坡报导